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所谓苏菜心结再度被媒体检视 麻烦不断的苏贞昌是不是要吃不了兜着走了 台湾时视频的原菜政员赖翔卫被您深入解读 美国总统大选11月3号举行 在投开票过程中整个国家都在为可能出现的混乱做准备 民众也显得焦虑异常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 美国现在正面临严重的公共卫生危机 新冠疫情还在持续蔓延 那么在总统大选结束后 美国的防疫会不会出现转机 时视频的员郭献刚由独家观察 海峡新盖线两岸看世界 欢迎收看东南卫视海峡新盖线 大家好 我是诗诗人 本栏目由豪氏特约赞助播出 豪氏只用真材实料做好面包 本栏目由金砖会物用酒 福毛叫酒赞助播出 我们一起来看新闻 近段时间以来 魏震社岛内台独势力 维护台海地区和平稳定 捍卫国家主权利益 中国人民解放军常态化派遣军机 巡航台海地区 据台湾媒体报道 4号中午11点左右 解放军军机再次进入 台湾西南方向空域 至此本月已连续四天巡台 党内新绿媒体自由时报 11月4号炒作称 在连续两天 清晨5点多出现在台湾西南方向空域后 4号中午11点多 解放军军机再次进入台湾西南方向空域 这也是解放军军机 本月连续第四天进入台西南方向空域 报道称 根据广播记录 解放军军机当天11点30分左右 进入台湾西南方向空域 高度为4000米 台空军在空警戒 并进行所谓的广播驱离 4号台防务部门主管颜德发 在台立法机构公布最新数据称 今年1月迄今已有276架四解放军军机 进入台湾西南方向空域 我们再来关注 据台湾媒体报道 美国国务院于美东时间11月3号 也就是在2020美国总统选举 准备开票之际 批准售台4架MQ-9B海上卫士无人机 并进行知会国会程序 这是特朗普政府任内的第十次对台军售 也是美国放宽无人机技术出口以来 首度对外出售海上卫士 台防务部门4号上午证实了这笔军售 据报道 除了这四架MQ-9B海上卫士无人机外 美国此次对台军售 还包括两个无人机地面控制站 12个惯性导航系统等硬件设备 另有人员培训 后勤与技术服务等内容 总金额为6亿美元 约新台币172.11亿元 这是美国14天内第三度对台军售 这三次军售的总金额 为41亿8130万美元 约和新台币1371亿5159万元 也是美国特朗普政府上任以来 对台第十次军售 蔡英文办公室随即对美方的 此次军售表达谢意 蔡版发言人张敦涵宣称 这些装备将有效提升台军 全时段坚真能力 并加速提升所谓不对称战力 11月4号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 在当天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 就美国政府批准售台四架 海上卫士MQ-9B无人机等武器表示 中方在美国售台武器上 立场是一贯的 明确的 中方敦促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 停止售台武器和美台军事联系 撤销有关对台军售计划 以免对中美关系和台海和平稳定 造成进一步损害 据国防部网站消息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吴谦 4号也就美售台武器 回答了记者的提问 吴谦表示 台湾问题涉及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 事关中方核心利益 绝不允许任何外来干涉 以台制华以武巨统 最终只会是堂壁当车死路一条 中国人民解放军 绝不允许任何人任何势力 分裂祖国的神圣领土 如果有人一意孤行 我们必将予以迎头痛击 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 发言人朱凤莲 4号就涉台热点问题 回答记者提问 谈及美售台武器 朱凤莲表示 我们坚决反对美国 向中国台湾地区出售武器 美对台售武 只会给台海和平带来严重危害 向所谓台独势力发出错误信号 民进党当局以武谋独 只会把台湾民众推向灾难 随着无人机的军售案 在美国国会进入最后批准阶段 由岛内媒体吹嘘 台湾即将获得这种 在实战中屡获战技的斩首利器 不过这一言论很快遭到业内人士的打脸 有军事专家指出 MQ-9B海上卫士 虽然是查打一体无人机 但美方并没有在这次军售中 提供配套的对地攻击武器 因此这些无人机 暂时只能执行高空侦察任务 此外 由于战时生存能力差 台军此次采购的 有限数量的海上卫士无人机 恐怕还是在向美国交保护费 外界也注意到 除了加紧与美方的军事勾连 民进党当局近来频频挑衅大陆 升级两岸对抗 加剧台海的紧张局势 据台湾媒体4号的报道 为了因应美国大选带来的相关反应 台军所谓参谋总长黄曙光等人 已进入台军方联合作战指挥中心 及恒山指挥所坐镇 台防务部门主管颜德发 当天上午对于相关传闻做出回应 特别提醒我们要提高警觉 要加强各方面的一些应处的作为 我们参谋本部会针对每一天 台海的情势区域的安全状况 都会严密的掌握 然后做出适当的应处 那么参谋本部至于 何人会进入恒山指挥所 都按照应处的程序来做 我们相关的准备都已经完成 另据台媒的报道 此前台湾民众党居民代高宏安 向台行政机构提出书面质询 要求因应军情变化 沿拟相关处置作为 台行政机构对此回应称 将进一步提高民众 对于紧急避难与救护的基本认识 目前全台有11万7669处 防空疏散避难设施 未来将公开相关数据 在台警政部门的网站与警政APP 供民众下载查询 本栏目由豪氏特约赞助播出 豪氏只用真材实料做好面包 同时我们要感谢月华不锈钢 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 怕生锈用月华 相关话题呢 我们来联系台湾时事评论员 蔡正元 赖翔卫 欢迎二位 首先呢想请教一下蔡正元先生 美国国务院批准对台又一项军售项目 金额是高达了6亿美元 这是美国14天内的第三度对台军售 那您对美国方面频频的对台出售武器 有怎样的评价呢 好的 主持人 美国政府最近一连串的对台军售 金额陆续的增加 那美国推动这样的一个军售政策 它基本上有政治以及军事两方面的含义 在政治方面 美国要跟中国大陆进行全面性的竞争 或者是对抗 他当然要打压中国的崛起 所以不管是在贸易 科技 产业各方面 都想办法对中国采取一种打压 以及对抗的行动 华为是其中最有名的一个案例 台湾对他来讲 当然是一张很值得打 也很容易打的牌 因为台湾现在由民进党的蔡英文执政 他们所采取的台独路线 如果没有美国的保护 事实上是无法生存的 如果没有美国的支持 他也没有办法在台湾地区赢得胜选 取得政权 因此美国政府要求台湾扮演什么样子的 对抗中国大陆的角色 基本上都是由美国政府事件安排好的 那蔡英文政府一定是全面的配合 不管是买美国的武器 买之前台湾不晓得买什么 美国指示你买什么 你就买什么 美国说多少价钱 你就要付多少的钱 就跟台湾现在要进口 有瘦肉精的美国猪肉一样 因为进口的美国猪肉 对于现在的特朗普竞选连任 是有极大的帮助 因为他可以宣传说 你看我又找了一个地区 来买美国的含有瘦肉精的牛肉 那因为这些经营瘦肉精农场的 不管是农场的主人 或者是经销商 或者是出口体系 对于这农业州的选票的巩固 特朗普可以说尽心尽力 这些选民当然会把票投给他 另外一方面是军事的 所谓军事的方面 特朗普总统的算盘是这样打的 他认为说 我不断的出售武器给台湾 一方面可以增强在台湾岛内 台独人士的信心 让他们继续跟随美国 继续推动台独运动的进程 不会因此而中间信心丧失而溃败下来 毕竟两岸之间的军事力量悬殊太大 所以他美国经常讲说 要平衡两岸的军力 能够稳定台海的局势 他话中有话 基本上讲的就是让台独分子 手上有更先进的武器 那么增大他们对抗中国大陆信心 继续推动台独 另外一方面更重要的 就是让解放军认为 会加大他的成本跟他的困难 我们再关注到 因应美国大选 传出了台所为参谋总长黄鼠光等人 进入了恒山指挥所 台防务部门主管颜德发 在受访时表示 必须要提高警觉 另外据说全台有 11万防空避难空间 将上线攻查询 那请教一下赖翔卫教授 民进党当局似乎是做了很多的动作 您对此是怎么看的呢 台湾现在很多的民众都感觉到 好像两岸的局势越来越紧张 似乎战争也不是不可能发生 因为随着台湾现在 常常可以看到这个战斗机 在空中呼啸而过 或者看到战车在路上 那固然有一部分民众说 这个有一点看到了这个军队的实力 但是也有一部分的民众说 感觉上好像真的要打仗 那如果问台湾的民众 到底希不希望两岸发生冲突 两岸发生战争 我相信多数的民众都会选择 两岸要和平 那我们看到最近 这个民进党还有相关部会的 一连串的动作 似乎又提高了这样的一种 紧张的趋势 包括这个去谈防空洞 防空避难空间 那台湾确实有很多防空避难空间 但是不是我们过去 所想象的那种防空洞 而是把很多包括学校 这个社区大楼的地下室 规划为防空避难空间 只是说如果未来特别去强调 让民众知道离你家最近的 让台湾的民众知道 离你家最近的防空避难空间在哪里 那这可能有两种意义在里面 第一种就是说因为蔡英文常常演练 这个如何避难 那如果只有蔡英文演练 一般民众却不演练 这个难免让人家觉得 好像这个上下阶层有所差别 那另外一个呢 也可能是要提醒台湾的民众 两岸一旦真的冲突了 一般的民众也可能会遭殃 可是在此同时 如果真的到时候特别去宣传两岸冲突 对民众可能造成了伤亡 所以呢防空避难很重要 那也要提醒如果真的冲突了 讲到最后一步真的冲突了 那么对民众又可能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应该要事先去说清楚讲明白的 然而眼下呢 民进党当局最想要的 恐怕就是要让台湾民众物理看花 不明不白 好的谢谢二位 稍后再来做请教 我们再来关注 在10月27号 岛内清律民调机构 台湾民意基金会公布的 我最讨厌的政治人物的民调中 台行政机构负责人苏贞昌稳坐帮手 连日来 马来西亚籍女大学生在台遇害事件 台行政机构疑似沦为 绿营网军指挥中心等种种争议 将这位充满压霸风格的政治人物 推上了风口浪尖 不仅如此 苏贞昌与蔡英文之间的微妙关系 也吸引着岛内舆论的关注 你有觉得自己拍到底吗 当面被问到是否难相处 蔡英文选择不回应 之所以被问到这个尴尬的问题 是因为陈水扁日前爆料 时任台行政机构负责人苏贞昌 曾两度要求换掉当时担任其副手的蔡英文 理由就是蔡英文很难相处 听起来苏贞昌算是不否认有这回事 而台媒也报道称 两人真的有心结 因为就连现任台行政机构发言人丁一鸣 也在脸书上爆料说 他们以前讲话都是靠秘书传话 而不是现在的一通电话 马来西亚籍女大学生近日在台南遇害 令台湾治安环境连同台行政团队内 遭到各界质疑 因为苏贞昌早在今年7月就以治安部家为由 连把两位警察局长 而蓝营明代更抓包 台行政机构的治安汇报 已经一年没开了 上一次行政院召开治安汇报的时间 我不太记得我这边手头 你怎么不太记得 执行长是谁 执行长是 执行长 于武就是你 徐部长 你们已经一年没有开了 你该开的会你也不开 还有脸去惩罚下属 这一次治安汇报不开 这种大型的会议也是我决定的 因为我们向全体要求说 在防疫期间不必开的会议 不必要的聚集就不要进行 国民党文传会副主委黄子哲加码爆料 台行政机构共有11个该开的汇报与会议 却逾期未开 打脸苏贞昌自我标榜的所谓当局会做事 有当局请安心 苏贞昌院长过去标榜自己冲冲冲 结果现在是什么 蓝 蓝 蓝 不仅蓝营人士炮火猛烈 有消息称苏贞昌压巴式的领导作风 令各主管做事束手束脚 不少绿营民代怨声载道 绿营内部不断续积所谓的隐性导戈能量 更有民代直接点名台内务部门 经济部门 交通部门主管 通通都要留校查看 许国勇 你还好吗 你光是吃一个姑婆鱼嘴巴就肿成那个样子 脸就肿成那样子 谁知道这些假的保健食品里面有没有那些过敏物质 我们会持续追踪 针对这些一夜式的网站 许国勇 你没用你就下台吧 我就说你对产业真的是糟透了 你跳三极跳跳得太快了 我真的觉得你是纳入现在的隔回当中 待观察名单啦 对产业完全不知道又不稀讯邪讯 院长比较凶吗 他对我也不会 前辈虽然年龄比我大 可是都把我看成是小老弟 4号当天还有台媒体报苏贞昌的幕僚 在台立法机构内制作攻击其他政党与岛内媒体的图卡 在交由绿营网军与绿营民代进行广泛传播 有岛内网友在论坛上嘲讽称人赃俱货 笑死 图文作家就在台行政机构里还不用外包 还有人一针见血地指出台湾控制媒体 防疫有成 中国国民党台立法机构党团当天也召开记者会 痛批台行政机构东场化 网军化 直指苏贞昌变身网军头目 应道歉下台 现在不用1450了 直接公务体系指挥 大家都变成1450 做1450做的事情 物料人员到立法院做梗图攻击媒体 攻击在野党是谁下的令 是不是也是你苏贞昌院长 国民党团呼吁 在苏贞昌没道歉前 各党团应罢审台行政机构预算 就此话题 我们继续来请教台湾时事评论员蔡正元先生 蔡先生 台湾地区前领导人陈水扁 日前市场电视节目大爆绿营内幕 称台行政机构负责人苏贞昌 曾抱怨蔡英文不好相处 台媒也是跟随报道 而苏贞昌与蔡英文之间的心结 也是再次受到了关注 那外界就想问 如今蔡苏之间的相处究竟如何 这个后续走向又会如何呢 陈水扁最近上了电视来爆料 只是把过去的故事重新拿回来 不过当年在陈水扁当家的时候 他们两个人闹成僵局 大概只有政坛上人比较普遍的知道 外面的人大概很少听到这样的传闻 所以才会觉得陈水扁的爆料 是一个很新鲜的事 就好像是一个成年老旧的八卦新闻 但现在情势逆转 蔡英文担任台湾地区的最高领导人 苏贞昌又回锅来担任行政机构的第一把手 那这两个人的相处模式如何 你可以看得出来 蔡英文现在采取一个模式 就是他为了稳定内内外外 他尽量采取妥协的政策 苏贞昌现在位置看他是张牙舞爪 好像一副这种他当权当家的样子 但是蔡英文看在眼里面 基本上采取忍耐的态度 因为他觉得他目前还没有办法去更动 苏贞昌有几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就是说接任人选 不外乎就是现在的县市首长 县市首长的任期 如果没有到一定的程度 要改选 要改选的话 一发动前身 就让苏贞昌有反扑的机会 因为苏贞昌曾经在内部开会里面 要把我换掉 没有到我同意会地动山摇 竟然这种狠话都说出来了 而且还建筑于利盈的媒体的报道 所以他要等到什么 要等到明年 等到明年有几个县市首长到任了 如果解任把他找来接苏贞昌的班 基本上不用改选的时候 他才会出手 所以继续往后拖 但另外一方面 苏贞昌事实上也不断的部署 希望用他限量的行政资源 能够形成气候 在2024年有机会代表民进党 来参选台湾地区的领导人 因为他曾经参选过 但是先在初选的时候败给谢长廷 然后离开了政坛一段时间 好不容易有机会回来的 他真的在准备在民进党内竞争 也不断的跟很多的派系结合 这个就会使得蔡英文提早博压 但是蔡英文看在眼里面 当然也知道苏贞昌在搞什么把戏 所以一个民进党内部的一个权斗 是默默的开始了 好的谢谢 蔡苏之间的政治博弈 我们也还会持续关注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 广告之后继续 海峡新干线 欢迎回来 这里是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 我是诗员 接下来想请教一下赖翔卫教授 马来西亚截女大学生在台遭卤杀事件 引发了岛内极大的关注 国民党爆料台行政机构有11个汇报过期没开 与此同时呢 还有部分绿营人士在酝酿要苏贞昌下台 政坛是议论纷纷 那么现在啊 这个苏贞昌是不是要吃不了兜着走了呢 是我们看到这一则新闻啊 有几个很有趣的观察点啊 第一个当然是身兼国民党主席的江启成啊 这两次去咨询苏贞昌都打在点上 那让苏贞昌讲不出话来啊 这做得很漂亮 那连带者也引起了民进党内部派系的斗争 所以包括啊部分民进党的明代 都也在这个时候啊 对苏贞昌提发出了攻击 但是我也要讲 如果说苏贞昌这样子就会被打败 那大家也太看清苏贞昌 他的一个战斗力了 相较于苏贞昌过去曾经被批评的 所犯下的错误 包括政治诚信等等 那么这一次的所谓的治安汇报 其实啊 以苏贞昌过去所曾经受过的伤来讲 这个治安汇报只是一件 还不够大的事情而已 那我们必须讲 江启成或国民党在这件事情的攻防上 如果打到这个点就停下来的话 那我必须讲后续大概就没有了 那必须怎么做呢 必须继续的去把这样的一个 苏师把他的严重性 或者他后面所存在的弊端 进一步的去把他讨论出来 我觉得这个事情是可以去追究的 当然也有可能说苏贞昌真的不知情啊 是底下的幕僚作业苏师 那不管是哪一个 到底为什么治安汇报一直没有开 我觉得这个事情 必须去让他公开透明 那唯有这样子做 江启成等国民党人士 在这一次的风波当中 才可以进一步的 去为他们的这样的一个 作为在野党监督的力道 让台湾的民众看到他厉害的地方 也才可以不要让绿营人士模糊焦点 那当然这样的动作要快 因为如果稍微慢一点 台湾的民众的注意力 马上就转移了 就比方说最近美国总统正在大选 很快的台湾民众关心的就是 美国总统谁胜谁败 为什么胜为什么败 那么不久前 江启成针对苏贞昌所提出来的 治安汇报没有开的这个事情 很快民众就忘记了 那等到民众忘记 再来进一步去揭露后面的弊案 当然还是有攻击力 但是攻击力就会打很大的折扣 好的谢谢二位的分析和点评 下一节我们将带您关注 美国总统大选11月3号举行 在投开票过程中 整个国家都在为可能出现的混乱做准备 民众也显得焦虑异常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 美国现在正面临严重的公共卫生危机 新冠疫情还在持续蔓延 那么在总统大选结束后 美国的防疫会不会出现转机 时事评论员郭献刚带来独家观察 欢迎回到东南卫生海峡新干线 我是诗园 本栏目由豪氏特约赞助播出 豪氏只用真材实料做好面包 再来关注今日重磅话题 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投票11月3号举行 无论是白宫还是美国舆论 都将2020年大选形容为史无前例的历史性选举 新冠肺炎疫情和持续延烧的种族争议 前所未有的撕裂着美国社会 当地时间11月3号选举日当晚到4号凌晨 美国多地都笼罩在紧张的气氛之中 3号晚间大批抗议者聚集在白宫门外 警方严阵以待 防范可能发生的暴力冲突 此前一天 整个白宫周边都已加设了临时性栅栏 防止抗议者涌入白宫 白宫周边的商家以及联邦政府机构 也都处于高度戒备状态 纷纷用木板加固了门窗 一些路段在3号和4号禁止停车 在华盛顿纽约等主要城市的街头 抗议声浪此起彼伏 特朗普和拜登的支持者 在全美多处投票站外发生肢体冲突 随着新冠肺炎疫情不断蔓延 以及美国总统选举的到来 不安的美国民众开始再加大量囤积食品 另外 由于担心选举日前后发生暴力事件 美国人正以创纪录的速度储备各类武器 枪支销量与去年同期相比暴增了91% 非洲裔 女性以及那些之前没有枪支的人 都开始经常光顾枪支商店 距离3月13号 美国因新冠疫情进入国家紧急状态已经235天 据西班牙国家报网站的报道 目前约有150万纽约人需要求助于食品银行 这就是新冠疫情造成的新贫困现象 报道称 根据非政府组织提供的数据 自这场公共卫生危机爆发7个月以来 纽约的食品银行共接待了1200万人次 比去年同期增加36% 根据哥伦比亚大学的一项研究 自5月出台援助计划以来 已有800万美国人加入了贫困人口的行列 不得不向政府伸手领取救助金 纽约时报刊文称 此次选举是在国家面临一系列紧急问题的情况下展开的 不受控制的公共卫生危机 经济遭受重创 深层意识形态的分歧 种族问题大清算 以及对投票结果的不确定性 正如美国媒体和专家预测 2020年美国总统选举出现了云霄飞车式的激战 而此次大选结果并未像往年一样在选举日荡天出炉 双方势均力敌的战况 使得2020美国总统大选业生生演变为大选州 虽然美国总统特朗普并没有出现美国主流媒体所预测的惨败局面 反而是守住了一些关键的票仓 但到底谁能在这场大选中胜出 目前还尚不清楚 可奇怪的是 不论是特朗普还是拜登都公开宣称自己快赢了 先出场宣布自己快赢了的人 是选情看起来并不怎么有利的拜登一方 北京时间11月4号下午一点左右 随着特朗普拿下对其赢得连任重要的佛罗里达州 同时在其他几个关键州也表现不错后 拜登发表讲话 当地时间11月4号凌晨三点 特朗普在白宫冬裔发表投票日之后的首次演讲 美国政治新闻网数据显示 特朗普在威斯康星州得票率 领先7小时后被拜登反超 截至美东时间11月4号6点 拜登在该州得票率为49.4% 高出特朗普0.3个百分点 另据美联社统计 截至北京时间4号19点 拜登累计获得238张选举人票 特朗普累计获得213张选举人票 拿下270票及以上的候选人将赢得大选 相关话题 我们来连线北京演播室的实事评论员 郭宪刚先生 郭先生 美国总统大选投票是已经结束了 但是呢 过程当中整个国家都在为可能出现的混乱做准备 民众也是显得焦虑异常 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呢 美国这次大选呢 确实是前所未有 这个大选还没有开始 实际上各方就在为大选后出现的骚乱做好准备 之所以美国社会对立情绪如此严重 两党的这个相互之间的这个竞争如此的激烈 主要是由于这么几个原因造成的 一个是这个两党 随着这个美国这个社会的变化 美国经济的这个衰退 在很多政策组张方面 相距越来越远 比如说 美国共和党 在特朗普的领导下 搞这种单边主义 搞贸易保护主义 而民主党呢 还是希望要加强和他盟友的关系 希望这个和国际组织进行合作 另外呢 在贸易保护主义方面 民主党呢 不像共和党那样咄咄逼人 此外呢 在应对当前的这个疫情方面 这个民主党呢 主张要尊重科学家的意见 而共和党呢 对于科学家的意见呢 比较忽视 那么对于这个种族冲突问题 共和党呢 这个表现的不像民主党那样 对有色人主那么关心 对于在移民问题上也是同样 共和党呢 主张把移民拒之门外 而民主党呢 认为美国是个多元的社会 移民的进入是正常的 所以呢 两党呢 在这些问题上 随着美国社会的变化 随着美国金融危机 在2008年爆发之后 中产阶级的 所占的比例的下降 这个双方之间的这个对立 就越来越严重 表现在这次大选上 双方的这个候选人 相互进行人身攻击 是吧 这个甚至 这个不愿意认输 双方呢 都在为这个 大选之后出现的争议呢 做好这种法律方的诉讼准备 这就说明了 美国的社会的撕裂程度 是越来越严重了 大选之后 这种程度 撕裂的程度 还会继续下去 好的 谢谢郭先生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 广告之后 我们继续相关话题的讨论 欢迎回到东南卫视 海峡新干线 我是诗园 东南卫视台海资讯节目 在今日头条和微信 都开设了官方账号 您可以扫描 屏幕左下方的二维码 关注海峡新干线 在今日头条开设的官方账号 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 关注海峡新干线微信公众号 就美国大选的相关话题 我们继续来连线 北京演播社的时事评论员 郭宪刚先生 郭先生啊 受到了新冠疫情的冲击 美国经济是遭受了重创 很多地方甚至还出现了 所谓新贫困现象 那以您的研判啊 在选举结束之后 美国会如何来应对这个问题呢 在这个问题上 我想民主和共和党的政策 也是不同 如果是特朗普继续执政的话 我想在这个方面 他不会采取什么措施 来帮助这些新贫困的人口 他仍然会采取他的那种 所谓小政府大市场的这种政策 通过市场竞争来发展经济 这是共和党的保守主义哲学 所决定的 那么如果是拜登执政的话 那么民主党呢 政府呢 根据他的这种自由主义的哲学 他对于有色人种 对于贫困的人口 他会给予一定的帮助 给予一定的福利 政府拿出一些钱来帮助他们 甚至在就业方面 给予他们一定的优惠的条件 使得他们能够摆脱他们目前的这种困境 但是不论民主和共和党党 谁执政 对于美国当前来讲 如果疫情不加以控制 经济无法恢复 那么资金来源就很短缺 民主党也拿不出多少钱 来帮助这些赤贫的人口 因此呢 我想呢 对于美国来讲 当下他最最重要的任务 是要赶紧把疫情控制起来 只有把疫情控制起来 经济活动能够逐步的恢复 财政收入上升 才能够解决 目前所出现的这种 新赤贫的人口的问题 好的 谢谢郭信刚先生的分析和点评 想了解更多更丰富的两岸资讯 您可以扫描屏幕左下方的二维码 关注海峡新盖线 在今日头条开设的官方账号 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 关注海峡新盖线微信公众号 东南卫视台海资讯带节目 365天带您直接新闻现场 欢迎您锁定每天五间播出的海峡五报 和每天晚间播出的海峡新盖线 获取更多音视频资讯 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下载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 官方客户端海博TV 今天的海峡新盖线就是这样 感谢收看下期节目我们再会